主料,面粉150克,韭菜50克,鸡蛋1个,辅料,油6茶勺,盐3克,火腿1根,番茄沙丝,准备时间10分钟内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主料,韭菜,面粉,鸡蛋辅料,植物油,盐,火腿,番茄沙丝,把韭菜洗净,切磨,料理机里加少许水和韭菜磨打成汁, 鸡蛋打散搅拌均匀,韭菜这里加面粉,鸡蛋,盐搅拌均匀,加几滴植物油再拌均匀成厚面糊,平底锅烧热,加少许植物油均匀地铺在锅底,咬一勺面糊,晃动锅底,均匀地铺满锅底,小火煎到发应边边微卷,翻面机时间另一面,煎到里面都发应捞起,火腿切磨,铺在韭菜饼上,抹上斑茄丝卷起,切断装盘即可, 烹饭技巧,韭菜炸汁加水的看几个吃,最好加水能打汁出来就好,加多了水,还要鸡蛋,面糊丢的调和多,这样吃不完很浪费的,没有番茄丝又番茄酱一样的美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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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